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修改出口软制相关规定 除非获得商务部许可 任何企业不得将包含有特定美国技术和软件的产品卖给华为 特别是芯片组和半导体设计相关产品 商务部在去年5月将华为及其114家关联机构 列入美国出口软制实体清单 但未能完全切断华为获得美国关键技术的通道 半导体是智能手机和电信设备的关键部件 商务部的新规定被认为是美国在全球进一步封杀华为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华为主要供货商都将受到影响 华为集团旗下海思半导体的晶片几乎都是由台积电制造 同一天台积电宣布将斥资12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家领先的高端芯片工厂 另外对于和华为合作的美国电信网络运营商 商务部在15日也宣布 其临时经营许可证的最后一次延期截至今年8月13日 此后将不再延长 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 中共利用华为获得美国先进技术 转为军事用途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当天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推文 迅速对此作出回应称 据他所知 中方将把高通 私车 苹果等美国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进行调查和限制 并暂停购买波音飞机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